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6日,今天想說一下岑奧暉,最近他收到律政司的信件,要求他7天內撤回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標題就是 周子諾被香港警察謀殺身亡,那他就列出當日的很多不同的旁證,首先就包括香港警察說謊,又說沒有進上德邨的停車場,直到被人踢爆了的時候,他才在說sorry,不理想,是不是? 即是你那些證供都前言不對後語,在法庭上來講這些叫不誠實的證人,那你的證供已經是完全不可信了 另一樣東西當然就是,即是刻意不去披露所有的CCTV,跟831一樣,以及大部分來講呢,那些車鏡的人士當然就不想惹事啦,他基本上是會堵塞每一個漏洞的嘛,那還有呢,即是都講過了,之前有個法醫,他都說了,即是周子諾同學的傷勢,很明顯就是非一般的傷勢來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上年12月的時候呢,都有人在同樣的高度,那又跌下去的時候呢,你是毫發無傷的,住幾天,都不可以叫毫發無傷的,少少骨裂的嘛,那但是你不會好像周子諾同學那麼大的傷勢的,那所以那個法醫官呢,就是中大那個啊,就在這裡說了,即是極度有可能呢,是失去知覺之後,那又跌下去的,那這些都不說了, 當日呢,就拍到這個香港警察在那裡攔截,這個救護車進場,而那裡啊,阻礙救門這件事呢,可以說是直接又好,間接又好,是絕對的,令到周子諾同學失救而亡的,那這些不是蓄意謀殺是什麼呢?那但是呢,就是標題黨,啊,你又不可以放在一個標題上寫著這些東西的,你用害死兩個字呢,就一定對了,Anyway,那律政司,即是鄭若驊,就竟然,即是原來,岑奧暉,只不過是一個區議員而已哦, 那就已經要到這個律政司走去,更增格了,是吧?原來律政司的地位是這麼低的,哇,你這樣搞快已經chip了啦,對不對?就是除了PPRB,打算自己惡了,發了信給岑奧暉之後呢,跟著律政司又接力了,膠棒了,沒什麼做的,可能吃完粥,那就說,岑奧暉的文章,是促進,鼓勵和煽動暴力的,那我想他是指報仇這兩個字啦,喂,老實說,報仇有很多種的,罵你兩句都報仇的, 那所以,即是我看了一個英文版本,你走去大學涉堂的時候,法律ABC都跟你說了,哇,你這樣都坐得入啊?那當然,你放去裁判院,啊,可能坐得入的,那些判詞真是精彩絕倫啊,即是他說,就這樣說,岑奧暉可能違反了這個法庭的禁制令,那樣說哦,原因就是因為,啊,他那篇文章,有機會,可能,又是那些啦,為什麼他經常用可能啊,或啊,沒想到哪條法例坐你呢?簡單說就是,他發信的那一刻, 啊,他那個腦裡面都沒想到東西的,那然後就說了,啊,一篇這樣的文章是煽動暴力哦,而且是會造成財物啊,各樣東西的傷害,那樣說啊,哼,怎樣呢?可以怎樣造成財物上各樣的傷害呢?真是令人提笑皆非的哦,那岑奧暉的回應當然就是note with friends啦,那他就說了,23條都未立法,這些叫什麼啊?法律恐怖主義,legal terrorism,這句不是他說的,那你岑奧暉,啊,頂得住這個律政司的壓力,頂得住這個香港 PBRB等人的壓力,那但是呢,獨立媒體又頂不住這個壓力了,就是大佬,我們這些刊一下文的而已,人家說什麼就什麼咯,就是嚇不到這個岑奧暉了,又藏不入他了咯,那怎樣呢?那又搞這個獨立媒體了,那獨立媒體,就是好像港台的角色咯,但是,當然的啦,即時怎樣啊?將這個岑奧暉的文章下架,如果你說香港,要保存著這些真相的時候呢,是有點困難的,就是一定要在海外的一些平台, 甚至乎你不可以一個的,要有幾個才行的,所以我就說海外的華僑是極度重要咯,這件事,就是因為香港人就只能叫救命的咯,就等於你那份監警會報告啊,如果你Fact Check 回的時候呢,又是不知所為的,就是片面採納這個香港警察的證供的嘛,而香港警察的證供,說六一二當日是怎樣的?你所謂的忠信遺困啊,其實呢,就是暢通無阻的,那些人可以走的,但是呢,已經有了片段,去證實了的了,就是你那些催淚彈啊, 是兩邊在那裏包抄著那些人,逼他們要入中信大廈的,還在人群的中間那裏,射了一條催淚彈進去,這些還不是刻意挑起時端?那當然啦,甚至乎啊,就是林卓廷當日那些721的片段呢,那那個片段的提供者都說了,自己都擔心人生的安全,那所以你這些這樣的證據各樣呢,其實第一樣東西就是要做海外備份,然後你去call source各樣的時候呢,就只能夠call一些海外的 就是其實是有一些海外的華人,是應該可能成立一些叫做證據搜集數啊,什麼都好,反而就是,就是例如你在香港獨立媒體,那個人不是香港獨立媒體啊?是哦,他真的叫香港獨立媒體網啊,那其實他們就應該是,就是可能在伯莫特群島啊,諸如此類那些,那就註冊才是的,那個server就不應該放在香港的,如果他要登這些文章的時候啊,那就是靠著這些這樣的一個又一個的那些證據啦,證據啦,video啦, 短片啦,peta上面的很多不同的短片啦,證據啦,那所以今時今日呢,林卓廷才可以洗白自己的冤情,因為今時今日何君堯那些都在那裡說一千次那些謊話的嘛,哥培爾嘛,說一千次那些什麼謊話,就是說林卓廷是帶頭進去搞事那些人嘛,但是片段就拍到,在林卓廷呢,出現之前,那些白衣人就已經存在啦,而且就已經打人,開拖,那有什麼好說呢,是不是呢? 那還有呢,其實,你一些叫做publicly disclose的文章呢,你有些字眼是要避免才行的,這些呢,就叫做找空間啦,就是如果說救命都不行的時候,你就跟外面說,就說我說救命都不行啊,被人掩住個嘴啊,別喊,喊到擦天都沒有人認你的啦,就是狗品芝麻官啦,那接下來呢,就是,他當然就是,視這個基本法如無物啦,香港人擁有的所有自由啊,他現在都不斷在甜制著啦,包括遊行治 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那其實當年日治時代都是這樣的啦,三年零八個月啦嘛,大日本皇軍,當時怎樣的? 你,那些報紙夠膽,講日本仔壞話,踢鬥啦,對不對?那但是很多朋友仔跟我講,比日本皇軍還衰過那時候喔,那也是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是無法可依的嘛,為什麼無法可依呢?他不說明是怎樣的喔,粗暴野蠻的喔,他說是就是的了喔, 就是他那條線呢,胡亂畫的喔,他說的就是,你說的就不是啦,就正如這個大律師公會已經說了,國安法呢,是對於這個基本法裏面呢,保障人權的人權公約這件事呢,是有所抵觸的 那但是律政司就說什麼?國安法不在這個範圍裏面,那他用得啊,就當然不理你的啦,所以呢,律政司應該改名叫做不理你師,那會好些 喂,但是其實呢,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你不需要有律政司這個角色啊,裝什麼呢?你隨便讓板戲,跟著一個個chop chop下去,就這樣弄個香港聖子網出來就行咯?奉天城運皇帝照約,幹嘛搞那麼多? 宣趙師出來呢?對不對?以前宣趙那時候啊,用什麼人的?用太監的嘛,你今時找個女人上來幹什麼呢?身份不合啊!Anyway,我經常都說了,就是你無謂正面跟他對抗啊,對不對? 他說這篇文要撤回的,我就撤回咯,再寫個,sorry咯!又或者啊,有些外國朋友看完這篇文心表認同呢,跟著在外國那裡circulate呢,那我控制不到的嘛,對不對? 例如英國那位,鄭文傑,西文井,沒有的,就是在日本皇軍的統治之下,香港人當年三年零八個月,只能夠做信民的而已,能夠叫的就是救命!海外的華僑呢,是要接盼擔大旗才行的,如果不是日時呢,就不用他們擔大旗啦! 就是輪到他們做信民了,所以我對這件事也很樂觀的,嘩!真是救命啊!身為律政司,這麼怕人說話,應該改名叫做獨裁魔術師! 那情況就好像九品芝麻官那樣吧!那我們這裡來段對白! 救命啊! 救命啊!有沒有玩過鬥獸棋? 醬吃老虎,老虎吃貓,貓吃老鼠,老鼠吃老鼠,老鼠又可以吃醬! 吃住吧,老鼠! 誰? 大人英明神武藏上紅之利人欽陪,小人剛路過此地,抱著學習的心情,進來觀摩一下 混帳!回出去! 好啊!不過小人向來口疏,出對恐怕忍不住口,大肆宣揚 到時可能有一百幾十人,慕名而來,為大人你立喊阻威 我給錢,你快點走啊! 我給錢,你快點做! 我...我... 要是你來,你不來,我來,你走! 好了,你走! 救命啊!救命啊! 哦,原來大人早就安排兩位觀眾在這裡? 幸好我都不收拾,出來! 他兩個是誰來的? 他兩個在天橋底港鼓的 看來會將大人今天的床上事跡分成九集 每天不停輪流廣播,慶眾都不少的 當我沒來過 蛤?一張? 我們四個人四把口,一張怎麼扣? 多給你三張,走!走啊! 謝謝啊! 嘩,你真的很難想像的 哼,這個...鄭若驊 哈哈,是不是跟他搶姊妹? 就是這個林鄭月娥啊! 平時沒事做的 我真是吵架頭 不過應該不是他,你沒事做 反而就是那些香港警察沒事做 看到這篇東西 啊,你知啦 那些人又偷水飲,又煩冰冰 哦,他不是偷水飲 他進完去沒有付錢而已 之後呢,就有幾個人幫他付錢 豈不是偷水飲呢? 他說不是偷了 之後付錢嘛! 那為什麼自己那時候才不付錢啊? 他沒手的? 隻手批的 他帶荷包出街啊 香港特區警察,正用你抗泉水一支 嘩,你真是殺雞煙用牛刀啊! 有這麼說 找把關刀青龍染月刀去剁肉餅 整個梅菜扣肉餅都挺搞笑的 但是呢,等於當日 東周列國時代 你看下去呢,就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 當時秦國就圍住了趙國 就有個稅客了,叫做新門獻 那當時呢,趙國的平原軍就向魏請救兵啦 新門獻就獻祭了喔 在那裏說秦國其實想稱帝而已 你就給他稱咯 他一開心了,那就會霸兵的了 這個是以虛名去免除實禍 當時呢,就有個人就叫做老仲蓮 去到趙國的時候呢,老仲蓮就跟平原軍說了 喂,大哥啊,你都叫做天下文明的啊,是不是啊 魏閣來,說兩句,你又聽話啊 那當時呢,新門獻想不想見這個人呢 是不想見的 因為老仲蓮呢,是很懂得說話的人來的 新門獻就只不過是一個客席的將軍 但是平原軍呢,就強行呢 帶來這個新門獻,就跟老仲蓮聊天啦 那新門獻是這麼說的,他就說 秦國喜歡做皇帝,你就讓他做皇帝咯 好,這個是被虛名他,那就避開這個實禍 那老仲蓮呢,就跟他說了 請你幫助趙國,但同時間呢 就不要讓秦國奪得這個帝王的稱號 那新門獻當然不強的啦 就是你挑戰了一條計策 那就跟他說了,喂,大哥 那你有什麼方法? 他問你可以做些什麼了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趙國呢? 你說我那條計不行啊,是不是啊 那老仲蓮就說了,很簡單啊 讓這個魏國和燕國去幫忙的就行了 齊國楚國都發了聲明啦 最重要都是魏國燕國而已 新門獻當然就在那裡笑啦 啊,為什麼啊? 因為他就是魏國來的嘛 所以他就說了喔 燕國我就不知道啊 但是魏國的話呢 我自己本身就是魏國人啊 哼,你認為魏國人呢? 啊,是會幫這個趙國? 即是當時,沒理由我幫你打賬的嘛 啊,是不是啊? 那所以新門獻就 獻條這樣的計策給他 啊,你趙國 怪怪的聽秦國話就行了 那老仲蓮是這樣說的 嘿,你們不幫忙 是因為沒見到秦國的禍害而已 如果見到的時候呢 一定會幫趙國的啦 那新門獻就不去啦 嘻,他做皇帝而已嘛 有什麼害處可言呢? 老仲蓮是這樣說的 齊國這些是虎狼之邦 抛棄了所有禮儀 只是唯利是圖的而已 即是唯物主義 此強協詐,屠陸生靈 即是想著自己強大 所以呢,就出詐術 什麼都是他說的才對 誰帶誰惡誰正確啦 那所以啊 現在,未清帝的時候啊 都已經是這樣啦 那一旦清帝的話 就只會更加暴躍的而已 所以老仲蓮就說了 我寧願跳通海死啊 都不想做他的子民 而魏國想做他的子民? 乃巡啊 講完這件事呢 新門獻當日啊 又不知為什麼啊 比今時今日香港那些好啊 他就說啦 魏國怎麼會想著 希望被他欺壓呢? 但是你就好像伯仁一樣 你不是聰明過主人 只不過是畏懼過主人而已 那老仲蓮就嘔嘴了 嘩,你自比奴隸啊? 哦,那OK啦 那我就叫秦王啊 炭殺這個魏王啊 即是他叫Youtube啊 嘩,對這個Donald Trump 新門獻又不強了 在這裏說 嘩,你怎麼可以令到這個秦國啊 炭殺我的魏王啊 那老仲蓮就引了一個故事了 他就說以前呢 狗猴惡猴民王 是咒王的三公啊 三公九卿那些嘛 那狗猴有個女兒很漂亮的 獻了給咒王 誰知道咒王呢 想做某些變態的時候呢 那個女仔就不配合 結果咒王就很生氣 然後怎樣呢? 就殺了那個女仔 而且呢 就將這個狗猴啊 剁碎了 你說多慘 獻了個女兒給咒王的啦 還要被人剁碎 那惡猴就去勸奸他了啊 結果呢 就被人煮了來吃 民王聽到的時候啊 啊,那就 拜性嘆氣啦 唉,你這樣搞法啦 於是乎啊 就將這個 民王下監 扣禁了很久很久很久 那你說啦 狗猴、惡猴和民王啊 周民王 他們不聰明嗎? 不是啊 但是你做仆人的 你是諸侯人 人家是天子 一定是這樣的啦 秦國做了皇帝的時候 一定會叫魏王啊 送些東西入朝 送些人知入朝 一旦好像對付狗猴那樣 對付你的時候 你又可以怎麼做呢? 那申門獻不敢回答喔 不是不敢啦 總之想不到怎麼回答啦 所以又不出聲 今天老重年又說了 啊,不僅僅是這樣啊 秦國如果做了皇帝的時候呢 又一定會 找人取替你的諸侯的大臣啊 是不是找些國安就取替那些警察呢? 那奪其所憎、恕其所愛 又將秦國自己的子女呢 就派下來 去嫁給那些諸侯各樣 你可以不要嗎? 那申門獻你身為將軍 你認為你不是抗凌嗎? 那於是乎呢 申門獻聽完之後 就將他自己那個 大秦呢 就是稱秦為皇帝這個提案呢 就撇除了啦 撤回 那秦國當初啊 聽到有支持他做皇帝這件事 當然很開心啦 所以呢 就瞞減了一些攻勢 啊,打算得米的 那但是 之後呢 就沒有了一件事啊 而魏國的獅子又走了 於是乎就在那裡哀嘆了 啊,這個圍城裡面 都有一些人物在那裡啊 啊,不能夠輕視啊 那這件事的後續就是信寧君了 信寧君之後呢 就搶了這個虎符啊 打到這個秦國一扣一扣 那又回到這個咸谷關的 這個就是老仲年義不遞秦的故事 那其實都是踢球那樣的啊 一場球啊 你未到最後不知道哪個贏 而每個人有他的崗位 有他的角色 甚至乎啊 我現在是轉態支持泛民的啊 就是為什麼呢 你其實是無謂跟他講的 現在反而泛民那一套啊 就是在那裡拉拉扯扯 人家強攻過來的時候啊 你放些泛民不怕呢 就是第一個啊 攀殺他們先啦 對不對 那所以啊 我們當然是要支持泛民啊 現在最怕國安法的 反而是這批人士 只有一條紅線抹下來 哇大哥 楊岳橋也無險可守啊 絕對支持泛民 哇 重現我選舉的希望啊 35加 泛民萬歲 好啦 今天講到這裡 很久不停 很久不停 這一個大小小小的 你不可能 認真 一圈 我 那一圈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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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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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